其實在習近平這個二十大開之前 其實中國內部還是有一些 反對的聲音出來 但是後來好像很快就 通通都被處理掉了對不對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 既然有人是膽敢在北京 而且是一個橋 一個叫做北京的四通橋 聽說那是精華區 是是 它就是應該是重要的精華的地點 海電區 我對這個中國的北京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 你對東京應該比較了解 我對東京或京都可能比較了解 不好意思 不自由的國家我們現在不敢去 我們這種台獨分子可能去了 我們到時候要開記者會救你 不要去話不要 回到重點 居然是有人膽敢在這樣的橋上面 直接放上什麼呢 叫倒席攻略 裡面說什麼要罷工罷課 而且要罷免這個獨裁者 那麼這個當然放上去 馬上就被清除掉了 那我們會知道現在這個訊息是因為 也是這個算是我們的資深媒體 應該不是媒體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啦 汪浩汪大哥 名嘴 他在臉書上分享 才知道說在13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寫下來說在16號 也就是20大的時候 要舉行這個就是汽車來鳴敵 然後罷工罷課等等 而且重點是什麼 反獨裁要自由 反極權要選票 反專制要尊嚴 我真的是非常由衷的敬佩這位朋友 我看到汪浩大哥的臉書之後 我趕快去找 我知道這一位叫做彭力發的人 應該是已經被抓走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就是一個 中國內部算是一個對自由跟民主的覺醒 因為雖然這樣的東西馬上被消失 但是其實如果你在 Google的上面的所謂的影片當中 你是還可以看得到 因為前兩天我都還有看到 而這樣的種子 應該是慢慢的在萌芽當中 因為就在16號當天 在這個是中國電影資料館的洗手間裡面 我們都知道很多廁所文化 真的是很前進很先進的 他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張海報 我剛剛念的這個部分 然後他有說要反核酸 然後反獨裁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麼 他說這個科學就是出路 但是如果你封城就是死路 所以很顯然的 這一陣子從當時上海的封城 再到這個二十大的舉行 在前那一段時間很多人都講 其實封城就是為了讓習近平 順利的在二十大把它開完 要維穩 可是其實他們這樣內部的不滿的情緒 其實是在醞釀的 所以也證明了 其實習近平他的政權上面 其實是有很多的漏洞在那裡 但是你要知道 這種不自由的國家 這樣的訊息是馬上 就讓你消失了一乾二淨 但是在他們自己內部當中 以現在的狀況 要壓住 其實不是那麼的容易的 對 好 感谢观看